欢迎大家出席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如何运用的 以及如何来保障能够精准地支持我们的 各地疫情防控经费是有保障的 中央财政正将根据疫情发展的态势和防控的需要 继续做好经费的保障工作 并管好 用好资金 确实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确保人民群众不应担心费用问题而不敢就证 确保各地不应资金问题而影响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 自疫情发生以来 这笔专项贷款主要是通过全国性的商业银行 以及部分疫情比较严重的省市的地方商业银行 向重点的医院医用卧品和生活卧资的生产 运输和销售的重点企业 提供优惠利利的信贷支持 这个保供问题2月5号 越勤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是暂时的阶段性的 它不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高质量增长的基本面 中国经济也展现了极强的韧性 我们并且中国政府有充足的政策空间来稳定中国的经济增长 所以我们未来对中国的股市和中国汇市的平稳运行 是充满信心的 三件的时期 那个湖北武汉一些这个疫情严重